黄若曦台湾处女唱!许舒豪送上DIY苏智谢照的猛男抱真好害羞! 马来西亚勇敢女生黄若曦来台推出国语新专辑获得清新甜美的形象,立即掳获众多宅男的心! 二十八分之三晚间在台北三创五楼的Collabor Studio举行来台首场获得音乐分享会,热情粉丝挤爆现场,师兄黄明志也由大马专程抵排力挺,情歌王子许舒豪也热情远出! 此外,父母亲与弟弟等家人,也首次出国来台姻缘,而黄若曦和精心意白色女神与红色精灵两款造型,为首次登台演唱会,让粉丝直呼!很惊艳! 而提到的台首次的演唱会,黄若曦说每次碰到重要的演唱前期,我一定生病,每次都领演,演出前还忙着吞退烧药,还在休息室沉淀30分钟,处备体力,演唱会后黄若曦还强忍发烧坚持为粉丝签名一个小时,体力不知差点快晕倒,让粉丝看得直说很不舍! 而此次演唱的17首曲目,有新歌也有自己发表改编的网络夯曲,还有让母亲惊喜的台语歌曲,语言包括中英韩泰马月明等,展现黄若曦的语言才艺,让粉丝掌声连连,而让黄若曦开心的是多病的母亲自大马来台姻缘,也将在29分之三欢度48岁生日,黄若曦说来台发展也是母亲的期望。 开心父母与弟弟都能齐聚台湾,为我在台的第一次演出加油,心情好激动,计划带助全家台北,台中走透透。 而演艺圈之名艺人曹西平,张志诚,陈曼青,张桑立四,廖文强与贤仔等都到现场为黄若曦打气,让黄若曦直呼出了兴奋外,超级紧张的,希望今晚都顺利过关。 演唱会开始。 黄若曦白色女神造型现身舞台演唱新歌《你要快乐》,台下的粉丝立即欢呼,为现场掀起首播高潮,接住演唱《你就不要说爱我》,黄若曦说很开心。 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台湾开唱,此刻美梦成真的感觉真棒。 感谢大家的照顾,希望今晚能跟你们一起拥有这美好的时刻。 接住演唱网络夯曲《说散就散》。 黄若曦以七种语言,中英韩泰马跃影,全是,网络点月冲破200万以上点月次,展现多语言天分,粉丝直呼号经验。 而另一曲去年翻唱《薛之千串烧曲》在网络创下400万词的高点月,黄若曦的人际夯曲,让现场粉丝开心的大合唱。 此外,黄若曦也选唱了《乌季贤》的金曲《你是我的唯一》给台下的父亲,而在演唱将会金曲加后时,最后终于忍不住的泪崩,黄若曦说信给台下的母亲,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。 我告诉妈妈等我赚了钱,一定带奶来台湾,今天终于做到了,现场气氛感动,而转换心情。 你会知道,黄若曦说很欣赏有才华的男生,感谢来台期间,许舒豪的鼓励打气还叫受弹吉他,而许舒豪则惊喜地送上猛男抱枕。 而且,还加工贴上黄若曦的偶像韩星苏智谢的照片,许舒豪笑说真不好意思,泄露了黄若曦的最爱,她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手臂,让黄若曦开心地直说好害羞,以后一人在台水叫不会孤单了。 而师兄黄明智登场,引爆现场最高潮,双黄对唱十种自杀的方法与飘向背方,原创黄明智嗨唱,黄若曦则首度以饶蛇方式演出,双黄擦出音乐火花,现场粉丝尖叫声不断。 而最后在新歌获得与自己创作的疯了中,黄若曦频频适类地演唱,粉丝不舍地直呼吻爱奶,为黄若曦在台的首场演出,画下最完美的句点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